車行駛在外線 但下一秒撞上路邊電桿後 又撞進了工廠大門 監視器被音聲拉扯 畫面天旋地轉 現場陣陣沙塵掀起 35段連接車 撞進了金屬工廠大門 鐵門被撞翻 門柱也被連根撞斷 圍牆砖塊倒一地 像是被炸彈轟炸過似的 駕駛下車 沒想到釀成大禍實在懊悔 你撞到嗎 來來來 這裡你這裡 撞臉嗎 撞臉嗎 那是要去哪裡 為哪裡要去哪裡 要去南道嗎 警方到場後排除酒駕 可能駕駛說當時車輛突然爆胎 方向盤根本抓不住 才會失控衝進了路旁工廠 當時正好是中午用餐時間 金屬工廠員工都在裡面吃飯 幸好沒人受傷 車輪有問題是什麼車 每天都大車 滿載沙石 重達35噸的連結車 撞進工廠裡 幸好當時沒人站在門口逃過一劫 至於連結車駕駛 腳趾被玻璃割燒沒有大礙 但真正的事故原因 警方還要調查 借陳思源 彰化報導 警方便侮宗 小失寧 警方便宜